哎呀 大家好啊 哎呀 说到这个 说到令人发指 说到令人发指 我这个这个吐槽一下这个 这个导演管虎吧 哎呀 掉了一根头发 放在这 一会儿扔垃圾 我说吐槽一下管虎吧 这个管虎啊 这个简直是 恶心起 国民党 是不择手段 管虎黑国军 那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开始呢 他用八百来黑国军 怎么个黑国军法呢 说国军背靠租借 抗日 然后又 还还假装跟国军好像掩盖一点 不提这个国军后来八百跑到这个 这个 这个营租界被抓 说说 当然了 松户会战之后是南京会战 也不说 国军这个 南京会战 丢下老百姓 南京大头上 这个任何一个军队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人 要想挑一点闪光的地方 要想挑一点闪光的地方总是能挑出来的 何况一个国军这么大 这么多人 挑一两个英雄 不难 可是呢 他挑了一个这个 中国人俗话讲 这个孙子兵法讲 致之死地而后生 致之 王帝而后存 他挑了一个这个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 不是死地 也不是王帝 背靠英苏界 是个生地 是个活地 在生地和活地上 出英雄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小 因为他难免要走 这一走 用中国人话说就是 晚节不保了吧 虽然虽然人还很年轻 虎头蛇尾了 特别是 国军一直都继承了 八百的精神 你看今天的国军 背靠美国吗 八百被靠英国 国军背靠美国 所以 所以这个 管虎 哎呀 这就是个管鼠啊 他最近拍了一个 又拍了一个 抗美援朝的电影 据说还戴了一个美军帽子 这个出来抛头露面 他拍了抗美援朝电影 拍着这个抗美援朝的电影 跟跟跟他拍的国军没有区别 对吧 而且要按他这个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钢 什么玩意儿 我都懒得看这个名字 他这个恶心国军 也太恶心国军了 这段的仗 国军不会打吗 而且而且而且是 而且他讲的这个故事 是共军不重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战术 不重视知识分子 不重视会打仗的人 而后来这个这个 这个会打仗的这个 这个这个哥们 这个这个好像 哎 指挥 然后就就所向拼迷了 那国军根本就不会犯 这样的错误啊 国军一直都是重视 重视这个这个 战术是吧 重视知识分子 那这样的仗 国军应该来打的 可是 可是那个 这个抗日战争 这个国军打了那么多 抗日战争 找了半天找出去800 也也也没打出 金刚川吧 好像叫的 这种样啊 这俩军队有有 有啥差别啊 如果有差别的话 只能说是志愿军 战术上不如这个国军 怎么着 你还想说美军比鬼子容易打 所以这个管虎 黑国军真是 想方设法的黑国军 想方设法的恶心 国民党 真的 金刚川这样的 这样的战斗 应该应该在 在苏护上 应该是 层出不穷的 在南京会战也应该 层出不穷的 只有部队长 把会打仗的 懂战术的 聪明的知识分子 弃之不用 还批判人家 还虐待人家 迫害人家 这在国军不会发生的 直接就是 牛人上去啊 可是你管虎呢 在这个松户会战 只找到一个八百 所以呢 我在这儿 向管虎导演叫板 希望管虎导演 在南京会战 找出一个亮点 国军不可能没有 金刚川这样的战斗 国军也会 也不怕死啊 也会跳楼啊 搭仁桥 国军不会吗 对吧 重视牛人 而不是 迫害牛人 那是国军最 应该是长相啊 真的 这个 哎呀 国军赶快反攻大陆啊 好嘞好嘞 说一说一说 这个国军 他妈的一说就激动了 这帮王八蛋 这帮王八蛋 我军赶快反攻大陆 就会是我